民进党当局为推行去中国化 在语文课里大量缩减古文 引发岛内社会极大不满 台湾知名作家张晓峰日前表示 语文是重要的软实力 不应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干扰 应完整地传授给下一代 台湾历史教育新三字运动协会 6号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批评民进党当局为达成不可能实现的去中国化政治目的 进行不负责任的去古文化教育 牺牲学子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语文养成教育 对下一代的成长发展遗害无穷 张晓峰在记者会上表示 文化语文字是好东西 但在台湾这么好的东西却有人要把它丢掉 嘉义大学教授吴坤才表示 风靡大众的中国风歌曲 历史影视剧等文创作品都是源于传统文化 而传统文化正是后世取之不尽的文创宝库 但是岛内青少年语文教育和学习的状况 已发出沉重信号令人忧心 此外近日台湾世新大学中文系 你听招也引发社会关注 曾任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的段新仪在记者会上说 大众认为主要原因是少子化与文科出路差 间接原因则和当局的语文政策相关 段新仪指出 过去高中阶段学习文言文达60篇 如今缩减到只有15篇 原本学生有能力在初中前将白话文根基打好 到高中便可以深入学习中华文化 积累文学和文化底蕴 但如今文言文学习空间被极大压缩 让学生无法完整认识中华文化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 中文系这样的人文学科 若是萎缩或消失 就如同大学的殿堂里缺了梁柱 校园里少了博雅学风 社会将越来越缺少人文精神 对台湾发展有负面影响